我們不喜歡就是台灣的教育體制 所以我們選擇 就是跟教育部申請自學在家 那可以不用去上課 可是其實也有學籍在學校裡面 就是他有他的座號 他的班級 可是他可以把學校當作選修 他可以說我要去上哪個科目 或是哪一天去上課 那我們就是安排 那其他的時間 我們都是安排課程給他們上 所以我們安排比較多才藝課 像是鋼琴拿小提琴 打擊樂 然後芭蕾 桌球 籃球 跆拳道 然後美術 城市設計 這個照片看到沒有 有舞蹈教室的 還有那個 體操嗎 那個是芭蕾 那是跑酷 跑酷 這麼小就跑酷了 對 我們五個都去跑酷了 最小一歲的就是也可以跑酷 那妳的課表嗎 對 就是我的課表 太強了吧 先來問刀媽 刀媽 妳五寶現在又懷孕 對 我現在懷孕中 等於六個 對 六個 妳現在幾歲 三十二 妳才三十二 三十二 這個讓多少婆婆媽媽多羨慕 三十二我生第一胎 我老婆 我算早的 我24歲生第一胎的 妳都自己帶 對 自己帶 身體好能生就生 妳還會 這個生完還要再生嗎 我們就是沒有避孕 然後我們會 人生就一直生 人生就生想生幾個 幾個也都可以 請問公公婆婆有什麼獎勵沒有 沒有 他們說拜託妳們可以不要再生了 我要是公公 我生一個跟鼓勵獎金 生第二個再雙倍 因為公公有錢 這不是有錢沒錢的 因為要鼓勵她 如果不鼓勵她怎麼會 這樣子這麼喜歡生小孩 妳們夫妻剛出結婚就講好 對 我們就是婚前就講好說 我們沒有要避孕 然後因為我們覺得 孩子是上帝的禮物 那有我們就會生 然後讓孩子越來越多 我們就會更努力工作賺錢 妳在哪裡工作 就是家庭主婦 那先生做什麼工作 是獸醫 尤其他常常在接生的時候 一下就產下五六隻 他就 獸醫看到的 獸醫老鼠也好 豬也好 狗狗 有人在接生老鼠嗎 是假的 我們家常接生老鼠 真的假的 一胎都五六個對不對 有時候十幾個 看到 所以老公就認為說 妳太慢了 妳這樣生太慢 一個個 老公很有經驗 對 獸醫也夠有這個條件 難怪可以 妳可以當全職的家庭主婦 這是你們全家出去玩的照片 你看 對 這我們全家 一起錄的照片 好幸福 常常出去 我手很像那種嚇傻的感覺 對啊 嚇傻 那個帳篷一頂可以睡 那個好幾頂 接下來看Ann Ann也是五寶現在懷孕當中 對不對 有六個 所以妳28歲 對 生第一胎 第一胎 妳先生是做 貿易 貿易 對 那妳本身還沒結婚之前 做什麼工作 我在安親班當老師 家裡是像安親班一樣 對 現在家裡是安親班 所以她現在帶小孩OK 她就是安親班老師 只是小孩以前是別人 現在不是自己 對 感覺不一樣 而且安親班絕對不會倒 一定會有五個學生 對 那我其實都 同時開箱就鄰居也來了 對 不相攜持 不是雙胞胎吧 我第四次生到雙胞胎 我本來是打算只生三個 三個小孩 那第四次懷孕 想說好吧 那既然要跟裸就生 就去檢查 醫生說這邊是 這個是雙胞胎 那妳不是晴天霹靂 前面三個就這樣兩個 對 就晴天霹靂 而且雙胞胎帶的那個方式 帶的精神要比前面 一個一個的還要累 妳說是不小心 可是妳現在又懷孕 對啊 我們每次都是不小心 真的嗎 不小心 因為她還滿喜歡 晴天霹靂的 可是我們兩個 我們夫妻 我們是假日夫妻 然後之前 我老公都在上海 就上海台灣兩邊跑這樣 可是有疫情之後就沒有 對 疫情之後就在台灣 就沒有再過去 她每次休假回來都兩個禮拜 就兩個禮拜 至一個月不一定 所以她這兩個禮拜 一個月後呢 太太把她抓的就是 集中火力 沒有 我全部都在上海 有 我在上海 她也在上海 我也在上海 我飛過去 然後帶球回來 所以是太太集中火力 真的會給我答案 這次因為有疫情之後 他們沒回去 沒回去 對 所以又懷了這一個 對 所以是情有可原的 情有可原 這個晴天霹靂是情有可原 但都沒有想要避孕 算有避 沒有結子 有避 有避 但是還是命中率這麼高 對 還是命中率這麼高 其實我們講說正常 如果是一對夫妻 正常的有性行為的話 一年的懷孕率大概是七成 一年的懷孕七成 所以能夠每年都這樣子 一直成功的懷 其實本來就已經不容易了 而且我是在餵母奶的期間懷的 那這更困難 不要跟我說餵母奶會避孕 沒有 這回事 這回事 別人可能會 你不行 我不行 所以以前我們跟白家綺聊天 就是開玩笑 說他已經兩個 現在又剩兩個四個 對 我說你不要 你那要控制 因為可能 拿個遙控器就懷孕了 你問了李醫師 是 那個是個比喻 對 會懷的很會懷 不會懷的坐半天都不天的會懷 沒錯 那還好我們家是 我爸爸媽媽有幫我 幫我帶 幫我帶他們 因為我們家開民宿 那就是自己在家裡 家裡開民宿 對 然後就是家裡爸爸媽媽 那小朋友很幸福 每天等於開度假 每天開派對 在宜蘭對不對 對 在宜蘭 那現在先生回來之後 有沒有幫忙 他等於回不去上海 假日的時候會回來 小孩看到他都超愛他 回來馬上倒茶 拿拖鞋給他買 對 媽媽是有這樣做過 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他們就這樣對他爸 不公平是怎麼回事 媽媽就是 雖然是埋怨 但是是甜蜜的埋怨 對 這是全家出遊的照片 你看看 對 這是我們去年 去溪頭爬山的照片 那你們交通工具 要買一輛七人座的 我們本來就是七人座 那後面九個了 不知道怎麼辦 買四人飛機 我來吃了 好 接下來是蓬蓬七寶 你今年幾歲蓬蓬 今年二十八 二十八 生七寶 那你不從十八歲開始生沒停過 有一個三胞胎 雙胞胎 二十二歲怎麼生 二十二歲生一個 沒有 雙胞胎 有雙胞胎 最小的現在 六個月 三胞胎 三胞胎六個月 剛剛 而且全部都男的劉哥胎 你上面寫幾男幾女 有 她全部都是小的 全部男的 他們沒有女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避難所 你家裡弄個房間 小孩這樣睡 對 他們家裡沒有床 都是鋪地墊的 比較方便 方便 那小孩子多開心 每天有兄弟 沒有姐妹 就這些兄弟打包在一起 全部都滿睡 你為什麼不開個直播 三胞胎會捧 七胞也會捧 對啊 對啊 可是光胃這樣 不得了 你一個人戴嗎 對 我是 一 一 一 佩服 請問一下 你現在來試錄影 誰在打 媽媽 媽媽一打擊 對 生七個男的 他如果生在古代 他走路有風 每個人都送茶 這個生在皇帝後宮 早就是皇太后 對啊 皇太后 對不對 你看皇上多 生在豪宅 皇上多喜歡他 天天寵信 生七個你看 雙胞胎生完就隔一年三胞胎 對 為什麼 怎麼那麼趕 是不小心嗎 他還趕著 他怎麼沒有趕 沒有趕 原本生完雙胞胎就要結紮 可是就是來不及結紮 對 來不及結紮 以前在準備收了 他就懷孕了 對 好扯 請問他是易卵嗎 就是雙胞胎跟三胞 都是易卵嗎 雙胞是銅卵 三胞是銅卵跟易卵 其實很難得 其實我們現在多胞胎 絕大部分都是 人工生殖科技協助的 人工生殖科技 大概它的比例 將近十分之一左右 那如果是自然受孕的雙胞胎 號稱八十分之一到一百分之一 它是自然的 對 也就是說你老公要努力一百次 才應該會跑出一次 三胞胎更不得了 三胞胎在統計上 將近萬分之一 所以你看 你們家 我高度懷疑你們家的水 是不是有一些異常 一不小心是有 這排染藥加在裡面 才可能產生這種結果 因為在中南部有那個雙胞胎 你知道有雙胞胎層 他們家樓上的在 雙胞胎層 對 就是它的地方雙胞胎 基力很高 有一個雙胞胎井 對… 新竹寶山 然後聽說喝那邊的水 就是滿容易雙胞胎 那邊大概有很多比例 都是雙胞胎 其實但是有人偷偷下那個藥 一次把他的藥跟到裡面 藥藏的藥 不過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很厲害 但是其實就我們富壇科醫師的 立場來講 我還是喜歡 一次暗表操課來 一次一課是比較安全 雙胞胎的風險 因為他很年輕其實還好 但三胞胎以往遇到機會 其實幾乎都會早產 所以三胞胎過程 有讓你很驚異 上上下下嗎 有 對 就是當時候知道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一度不可思議 因為前面都男生 所以我很快就 當下我就可以釋懷了 對 只是說我先生 他可能那一個禮拜就 他心情是很複雜 他為什麼複雜 他只想要就 因為他想要一個女兒 對 因為七個都男的 對啊 他們家好像雲區一樣 當兵 真的 那我們取名叫鳥爹 就希望那個第八個是男的 對 他是嫂妹 我要好處想以後 他如果在路上跟人家插撞 九人座出來七個男生 對 馬上和解 沒事 沒有 他真的是做到開支善業的 就七個家來結婚開支善業 這個家族 你看 這個在過去我們能工時代 我們的客家庭庚田那個時代 那一定都多寵信了 對 錢或男的可以工作 那跟以前那個陽門女將 你家是陽一郎 陽二 就是一郎二郎三郎到七郎 對 陽門女將 所以 那還會想生女兒嗎 目前先生解渣了 解渣 對 我發現他們其實都很瘦了 生了這麼多怎麼還這麼瘦 就跟大胃王嘛 最近都大胃王 對 生殖了 對 你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碰到 什麼危險性的東西 沒有 大家都說 我很適合懷孕生殖 在生殖都很適合 我沒有害羞 所以今天請他們來上節目 是不是鼓舞我們電視機 前面的婦女觀眾有沒有 我們生意力看 靠我們節目能不能拉高一點 對 我們現在介紹還有一個九寶媽的 厲害 九寶媽 妳太偉大了 妳跟張文綠媽媽差不多 幾歲開始生了 十九歲開始生 十九歲 一直生 沒停過 因為妳沒雙胞胎 我沒有雙胞胎 妳先生是做 賀賀賀賀 那不用做生意 自己小孩吃一吃吃了 對啊 我家裡以前賀賀賀賀 我們家四個小孩 我通討一個 西討一個 氣水開始 對 差不多吃光了 真的 我家是賣米 賣豆子 賣汽水 牛奶糖的 很難防對不對 不跟小鼠一樣 到處搬 對 很可怕 對 妳生第一胎 第二胎的時候 有沒有想要避孕 我十六歲的時候被姑姑抓去 那個關西摸骨 然後她就摸一摸 她說 妳有三個小孩的命 就是一個女生 兩個男生 所以我那時候 我想說完成了 對 妳看 女的二十二 男的二十一 男的十九 到那個時候已經完成階段了 對 後來呢 她只摸了一隻手 摸一隻手 結果妳又摸一摸腳 又怕是妳還有六個 對 所以我就很... 很懊惱想說 奇怪 她怎麼會這麼講 可是後來怎麼一直 一直出來 不是 三個生完之後 對 她很準 沒錯 是很準 所以妳去裝避孕器 我懷... 生完老三有裝避孕器 然後裝了一年多 一年多差不多是肉 要包著避孕器 可是有一天上廁所的時候 然後她還掉得出來 嚇死了 然後趕快打電話問醫生 這什麼東西啊 都那麼可怕 然後醫生的解釋是說 你的身體在排斥 這個東西 就是不可以... 只有三個不可以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那可能是天意 就是小孩可能想來 還是什麼 好 我們到這裡 我先問保倫醫師 有這種情形嗎 避孕器排除當然是會有 因為避孕器也沒有用 按鎖把它鎖住 你知道 它只是放在一個空間裡面 當然旁邊會包覆 還有子宮本來是一個滿小的 可是如果血流量比較多 或者避孕器尤其 每次經血就掉一點... 掉到洞口 或者是新生活太活躍的時候 有時候的確是會掉落的 我們以前也常遇到 所以小星掉了以後 再受孕的機會有 還有一種就是 超強精子 無畏於所有的避孕器在那邊 它一樣不卡關 照樣通過去 就是遊戲的關主了 很厲害 會闖 反觀成功了 大大國 一萬塊獎金 還沒有說 真的有這樣子 所以妳那時候掉菜 沒有想要裝回去了 沒有 因為我覺得失靈了 這個無效 然後第四胎 第五胎都有胎夢 對 然後老四的話 就是一個四五歲小女生 然後她用台語跟我講 她說 我來做妳三個小孩好不好 妳說夢境有這個 對 夢境 然後我想說 她用台語跟我講 然後我都沒有思考 我就回答 好啊 然後就來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很 那是第四個對不對 對 那妳生完四個 也沒有想要去結紮 那時候我跟醫生講 然後醫生說 叫妳老公來結紮 我說妳跟他講 我跟他講都無法勾通 他就是都不要 他說男生結紮會怎樣 然後我婆婆也很反對 所以妳不想結紮 老公也不想結紮 對 因為醫生有建議就是說 媽媽結紮 就年輕結紮 其實會提早更年 然後副作用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他就是鼓勵男性結紮這樣子 對 妳剛剛講第五個有開夢 在夢境裡面就是 就是秋天 然後我跟我老公去散步 結果走一走 奇怪怎麼聽到嬰兒的哭聲 然後那時候就那個 母性的光輝就大爆發 對 就想說 誰家才哭得那麼淒慘 然後我就走走走去找 然後從一個紙箱裡面 然後就 然後就把他抱起來 然後結果 他的期待沒有剪 還是長的 這夢境是這樣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奶粉尿布我們家一定有 所以放心 我先帶回家好了 然後結果我就驚醒 在夢裡我就驚醒 我想說 是啊 是啊 我抱了人家小孩回家 會不會我又懷孕了 對 然後結果真的就是 對 好神奇的故事喔 他好認譽 好了 這個是前五胎嘛 對不對 對 也就生了 也是男生了 那最後為什麼還有 六 七 八 九呢 結果那時候想說 那個男女平均一下 對 因為 因為我們家是男生比較多 我想要生女 結果你生第六個男生 還生男生 就更不平均的 就只好再生 就第七個 因為男生 不得已 就拚下去了 對 已經不能走回頭路了 我總是 兩女 三男 他想平均成三女 三男 結果他 一四個 再生一個 一五 都終於八個 那第八個已經是女的 這OK啊 沒有... 五比三啊 不... 五比四了 現在五比四了 沒講... 現在五比四了 他準備第十個五比五 他會生十二個 對 所以人家說 你要不要十全十美一下 沒有 老九那時候就是因為胎位不正 所以那時候醫生就有說 那媽媽你現在生小孩就那麼 高齡產婦風險那麼大 那你要不要就是順便接到 我說 這是我的夢想 對 不然我可能會生到 我的子宮不行 我一直這樣子 妳好偉大喔 真的 妳看他們全家出遊 對 這是我們去錄影玩 然後去海邊 那穿藍色的那個是妳對不對 大女兒 大女兒 22歲了 對 最大的會照顧小的 大女兒都可以生最小的 最小的才十一個月 抱出去都說 你的小孩喔 對啊 因為她22歲生一個小孩很正常 以現在來講很正常 帶小孩到底有哪些辛苦地方呢 我們聽說光接送就不容易 像翔哥常常每天要送去上課 接他下課 對不對 對 我在Rei通告的時候 我以為我很辛苦 然後我今天來的時候 小貝 就說什麼 就說都不敢講話 其實因為我覺得最辛苦的就是 一大早都要起來嘛 像7點我就起來 要送老大上課 然後第二個是在幼稚園 那他可能還不需要這麼早去 所以我回來我還可以再睡半個小時 然後我起床之後再送第二個 對 我會這樣子 我也想說有時候讓媽媽送 可是媽媽有時候會睡過頭 她會遲到 有一次我這個大概 有一次我大概就八九點醒來 醒來的時候 怎麼小孩全部都還在家裡面睡 今天是我媽媽負責送的 她睡過頭了 睡過頭就趕快 沒關係啦 就遲到了 沒有差這十分鐘這樣 所以我也覺得不行 那我記得像去年年底 我們那一年本是要做跨年演唱會 對 結果我那時候剛好聖節時發病 我們就去高雄嘛 對 那我是前一兩天的時候 去打那個睡時手術 對 然後下午回到家的時候 大概五點要準備接女兒下課 然後那時候回到家 本來要休息一下 可是那時候就正好在痛 那不行啊 那媽媽又正好在上班沒有空 我就 瓜哥也應該有那種感覺 很痛 車子還是開了去把女兒給接回來 好感人喔 沒有辦法 不是好感人 很危險 很危險 很痛 不是 凹著這樣開車 很痛 痛的時候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過了幾天之後 一樣是 我們從高雄回來 然後一樣上課 那那時候就是 那聖節時還是不穩定 早上起來七點多 那時候也是痛到不行 因為還沒排光 還沒排光 你只要有震動 可能就會痛 還沒排光 然後還是得送小孩 那有沒有考慮要坐校車呢 坐什麼校車 就走路十分鐘就到了 就什麼校車 就在旁邊位 很近 我的國小跟幼稚園 都在家附近 國小沒有校車 好像沒有校車 沒有 對啊 那就那麼近 有時候下雨開車去 有時候沒下雨騎腳踏車這樣 對啊 是 這個待機訓念書上課 就是一個問題 還接到下課 安全性很重要 對啊 你看三寶都忙成這樣 那他們怎麼辦 那他們怎麼辦 一個軍隊怎麼上課 對啊 怎麼辦 像因為我們家是 我們不喜歡就是台灣的教育體制 所以我們選擇 在家自學 就是跟教育部申請自學在家 那可以不用去上課 可是其實也有學籍在學校裡面 就是他有他的座號 他的班級 可是他可以把學校當作選修 他可以說我要去上哪個科目 或是哪一天去上課 那我們就是安排 一個禮拜有半天 會去學校上課 那其他的時間 我們都是安排 課程給他們上 所以我們安排比較多才藝課 像是鋼琴拿小提琴打擊樂 然後芭蕾 桌球 籃球 跆拳道 然後美術 程式設計 英文等等 這個照片看到沒有 有舞蹈教師的 還有那個浴科 體操嗎 那個是芭蕾 那個是跑酷 跑酷 這麼小就跑酷了 對 我們五個都去跑酷了 最小一歲的 就是也可以跑酷 那妳的課表嗎 對 這是我的課表 太強了吧 這是秘密媽媽 而且因為每一堂課 可能孩子會去不同的地方上課 所以假設我送一 老大 老二 老三 分別去三個地方上課 然後送完老三 老大就要下課 所以我要再重新一圈接送小孩 所以常常就整天都在接送小孩 天啊 那其他這白色的時間 就是我們自己教的時間 就是我們可能會教他一些學科 然後跟一些在家 程式設計是什麼 就是電話 寫程式 哇 妳不是光升 妳還栽培 對啊 所以我們一年的教育費就要花 對 70萬 我想說怎麼那麼會 教育費通通加起來70萬 對 旅遊費是12萬 12 好花錢 火食費48萬 妳算得那麼清楚 大概一個月4萬 也不太能吃大餐 就 台北市的大餐一餐吃下來要上萬塊 要平均一點 沒有 大餐不要帶小孩 自己 對啊 反正來三十五歲 妳總有朋友機會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把小孩 我們很習慣就是把小孩 拖給身旁一些朋友 然後就是我們會互相幫忙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夫妻常去約會吃大餐 就不帶小孩比較省 是 重點可以看到 他很顧 我常常講小朋友第一個 要先買保險 九十六萬 主要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要升很多 所以我們自己的壽險也保很高 如果哪一天我們夫妻兩個怎麼了 就是至少有錢 小孩不會無依無靠 對 對不對 所以他這方面費用正確的 對 那代表你們的收入也要很高 你看這樣加起來 一年要兩百萬 就是要辛苦賺錢 對 要努力賺錢 那你們有繳什麼房貸那些嗎 有房貸 還有房貸 有房貸 有房貸 一片靜幕 不知道該說什麼 有時間可以開口沒關係 不過有些情況下去 吃大餐反而划算 因為有些大餐 國小以下是不用錢 所以一整群人帶去 拿一切 學起來 來 談談你 因為我們學校 小朋友的學校離家裡比較遠 大概開車要十五分鐘 老師知道我們住比較遠 那一般是七點五十分遲到 那老師說 你可以有十分鐘的扣打 就是八點之前算遲到 那你如果到最後一聲 還沒到的話 那你就慢慢走就好 老師有這樣特地跟我們 好好喔 慢慢走 對 就慢慢走就好 你都到學校聽到 你就慢慢走 那早上起來的時候 因為六點多 七點就要起來先煮早餐 他們來家裡吃完早餐才出門 那我一起闖雙胞胎就會 沒有聞到味道 馬上跟著起來 然後一路從房間哭出來 媽媽媽媽媽媽媽這樣子 一路跟著我後面哭到廚房 然後我去叫小孩 小孩又不行 聽到他妹妹哭就裝死 知道現在要起床 說不行這樣子 就是賴床不起 所以又要叫兩個大的起來 然後又要叫 又要按來兩個小的 然後又要煮早餐這樣子 很累 因為你現在小孩還 還沒有像什麼學才藝 像他剛剛那一道嗎 有 還沒有學才藝 就是我有當時 學什麼 爵士鼓 爵士鼓 對 因為我們老公他脾氣比較 他比較有些會暴怒 然後我想說讓他 去發洩 對 去發洩 然後他也很喜歡 他說媽 我要學爵士鼓 不要學鋼琴 那個這是畫圖 這是 這是我們老三 他說他怎麼會畫 他會畫畫 對 他最近畫了一張媽媽的畫像 我說這張我絕對不要承認那個書 小孩子的筆註就是 這個是說是母親節要送給媽媽的 剛剛畫得很棒 對 送給母親的 對 很小孩子那種事 這樣的花費多少 這樣上起來一個月大概兩萬塊 兩萬塊 有沒有像他這樣規劃出來 什麼保險費 火師 有 你火師會是一年 54 54萬 說吃很好 一個月大概四萬五 我們比較常去吃 小朋友比較喜歡吃豬排 牛排 我會帶他們去 一個月去吃一次 不是 一個禮拜會去吃一次 教育會24 這個比例 零到那是70 還有你保險費是多少 36 因為我們都讀公立的 就很幸運 有抽到公立 幼稚園跟公立 差很多 對啦 當然有錢就保險多一點 量力而為 對 還有其他的費用加加起來 大概一百多萬 對 差不多 差不多一百多萬 好 那九寶媽就辛苦了 這個送小孩應該 你怎麼送 那時候還住在公婆家 那時候是 我剛好懷小疤 然後要載小朋友 到海線去上課 從台中市大里開車 走二高 然後從沙路開始 放小孩下車去上課 然後再繞到那個無期 然後這樣子的車程 就兩個小時 大里到海線很遠 很遠 怎麼這麼遠的地方 然後懷小疤 然後是越來越大 快接近臨盆 我想說不行 這樣不行 因為我覺得 我很有壓力 因為我大肚子 然後我開車 後面都是一群小孩 所以後來 在那個海線 就去找房子 對 然後因為太趕了 所以就只好 只好隨便找 就找了一個 二十三坪 一房一廳的 變成就是比較近 所以我到幼稚園 可能十五分鐘的車程 對 可是我全部放完以後 還是一樣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對 就從國小 國中 國小 然後幼稚園 然後拖嬰中心 就是早上要一個一個放下去 對 晚上一個一個收回來 像收零秒的 對 真的是這樣 就要一個鐘頭了嗎 對 就要一個鐘頭 天啊 那沙路的房子租應該不便宜吧 我有一張照片 就是那個一房一廳的時候 一張床 然後這張床本來是房東要丟掉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可以給我們小孩睡嗎 太辛苦了 那時候住多久 住三個月 對 因為太吵了 所以房東 他說樓下房客受不了了 拜託 像這種接送的問題 我很能體會大家的辛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除了阿翔是那個夫妻 大概各自分配之外 幾乎大概家裡面都要有一個人 專門在顧小朋友 那像我跟我太太的話 都是雙心 都是在工作的狀況 那大部分的時間 真的我就只能讓我太太 去接送小朋友 那我剛好就有一次是 大概一個月 我太太早上也必須要開會 八點鐘 非常重要的會議 那我自己在醫院的話 也是八點鐘的晨會 必須要參加 那我們家老大那時候上的學校 是私立的一個美語學校 他的規定很好玩 他沒有校車 我們必須親自接送 要送到校門口 可是他只開放十分鐘的時間 所以就很麻煩 那個時間很緊 可是因為開會是八點鐘 我就只好沒有辦法去開會 送小朋友 這樣子送 接近一個月的時候 突然我就收到 那個副院長打電話 副院長打電話給我說 醫師你有沒有空來 喝個咖啡 我們聊一下 我心裡想說 我做做什麼事情 這樣副院長打給我 我說好我知道 心裡很忐忑 不管想說 自己哪裡做錯 想說最近病人處理也還好 那個門診業績量好像也還OK 然後就這樣忐忑不安的心情 去那個副院長室 他說 你是不是生活上有什麼困難 我就想說 生活上有什麼困難 應該也還好 我說 沒有 我最近生活也還OK 那有沒有什麼 我們醫院可以幫助你的 我越來越聽不懂 副院長到底在問我什麼 這樣子 那最後繞了一大圈 副院長最後終於講 他說 李醫師 那個你們主任很關心你 他想說 為什麼這一個月 你都沒有來成會 我說我有跟主任報告過 那可能主任忘記了 可是因為這樣 我後來其實有點害怕 我後來就跟我太太討論 後來小朋友就是轉學 轉到有校車 可以接送這樣子的學校 所以各位家長 真的是非常的偉大 尤其是各位媽媽 可以這樣子照顧這麼多小朋友 我覺得太厲害了 是啊 但是你們這樣講完 我覺得七寶媽應該要嚇死 因為她的小孩 全部都還沒有開始讀書 所以她現在沒有 所以第一個階段的問題 並沒有問到她 因為其他的人都22歲 差更多 還有11個月 她最大的5歲 所以還沒上課 對啊 不過她有費用表 她已經有這個 伙食費一年24萬 對不對 還有什麼交通費 房租這些 加加起來 對 都不便宜 那九寶媽這邊算起來 你看教育費60萬 房租24萬算最便宜的 一年兩萬而已 火食費36萬也是很低的 旅遊費1萬2 還有旅遊你看到嗎 就根本出去晃晃走一躲 對 她還要出去走一走 通通三位的買個東西吃一炒 今天有旅遊了 才有可能省到1萬2 交通費12萬 都是一筆錢 這都要錢 是 難怪現在的年輕人說 還是不要生小孩 光費用就不得了 好 還有當然有這麼多對不對 她打掃洗衣服的 還有洗這些 滴滴滴滴的 妳有請人幫媽媽幫忙 沒有 因為小朋友其實 目前都還小 那因為我們家 又是男子宿舍 對 男生就是衣服容易髒 玩的時候容易流汗 對 那因為我們家的洗衣服跟 那個洗澡是 比較耗時間耗工程 對 然後有一張照片 對 就是 這太小台了吧 對 因為我們家公斤數比較小 所以基本上一天都要洗 三到五趟 這是最好的 澡店 那是洗脫烘嗎 對 洗脫烘 一定要 它還好南部天氣比較熱 所以基本上一整天就可以乾了 對 所以我就 時不時去洗衣服 時不時去曬衣服 收衣服這樣 洗衣服 這我經驗以後 可以開洗衣店 幫大家這樣 對 一面開自己又可以洗對不對 對 我可以問個問題嗎 你們不會搶廁所嗎 我們一家三四個人搶的 還好我們有兩間廁所 兩... 還是你不夠用 大家夠用 還是你不夠用 廁所跟公廁一樣 一排 然後就... 公公男生 小便斗 對 坐一排那裡 電影運才會有 對... 對啊 你有個廁所 對啊 酒保 先生還沒有 因為... 中包再三包再多一歲 酒保有二十二歲 可是領導媽會了 他們家已經有比較大 有小便斗跟馬桶 對... 真的喔 對啊 你搶廁所 一家四個人都可能搶 姐姐 你看不出來 你個臭弟弟 你還... 把他大完便 我要用廁所 都在那邊 幫他上課 你們會有這個問題嗎 會 還是會 就搶廁所 因為那時候 住一房一廳 就只有一個廁所 對 所以就說 有哥哥要去洗澡說 誰要上廁所 趕快先去 對 然後因為有的很小 所以還是可以包尿補 就還好 對 那其他大一點就說 趕快搶時間這樣子 會讓幾個一起洗嗎 男生一起洗 會 會喔 還是會喔 就是當兵一樣 當兵 後來就沒辦法 就全部一起了 Ann會有廁所的問題嗎 他們民宿廁所多 多的 對 對 那他們沒有外 其實還好 他們喜歡正在上的那一間 姐 快一點 阿翔你們在會嗎 沒有 我們還好 因為我們就 其實比較起來 我這算簡單了 真的 不是 每次要洗澡的時候 反倒他們就是 因為在貪玩有沒有 然後他們不會去搶 他們不會搶 他們會輪流 那要叫他們洗澡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因為 貪玩的關係 要輪流來洗澡 那要叫他們來 然後他們就會推脫 你先洗 你先洗 麻煩嘛 那乾脆我們來玩個遊戲 抽籤 好不好 先抽到了就先洗 那每一次都要想 不一樣的遊戲給他們 抽籤上次抽過了 讓他猜拳 那我們這一次 抽撲克牌比大小好嗎 丸子彩子 還說頭好壯壯 對啊 就是我們沒有搶 但是又要想辦法弄 讓他們進廁所洗澡 是 不過翔哥的費用也不少 也是負擔 教育費四十五萬 交通費三萬五 製妝費是什麼 就小朋友的服裝 其實都會幫小朋友買衣服 我想他們可能有的沒寫到 因為秋天要換一套 然後春天又要換一套 又長大了 你這個到時候 雙胖帶三胖帶 一次兩份三份的 一次也很可怕 玩具這些書要三萬多 對啊 他們買玩具 然後他們喜歡看童書 又大女兒跟兒子喜歡看童書 但你沒有保險費 有 沒有寫到 其實也是有保險費 對 一定都有 像瓜哥說的 這保險費非常重要 對啊 還有哪些問題 很多小孩玩在一起 爸媽是比較輕鬆的 還是說比較痛苦 我們家是 會搶腳踏車 這麼多腳踏車 他們喜歡搶正在騎的腳踏車 大大小小都有 對 大大小小都有 會喜歡搶 他們自己 還有室內的 對 然後還在樓梯說 我現在在停車這樣子 就排在樓梯上這樣子 對 還並排 對 還並排 他們自己排 還有枕頭 你看 就穿他枕頭 他們喜歡在家裡騎腳踏車 然後 會搶正在騎的那一台 民宿就有好處 對 對 哪裡都可以停 對 然後有一次就是 好像是姊姊 姊姊騎了 然後因為妹妹的桌子擋住他 所以姊姊下來移那個桌子 然後弟弟就把他的腳踏車騎走 那個姊姊就說 這是我的 你怎麼可以騎 然後兩個就吵架 那公公就跟他講說 你是姊姊 你就讓弟弟 我這樣不行 老大就大哭說 為什麼我是姊姊 我就要讓弟弟 我都跟他們講說 我們家沒有大讓小的問題 的事情 你先來後到 你先騎就是 你先騎你就要讓他騎 你不能說硬要跟他搶 不然就是最後就是兩個人 各騎五分鐘結案這樣子 我有問題 你們出去怎麼盯小孩 我講我自己個人經驗 我才兩個小孩 然後我一打二去公園 如果是週末 週間還好 週間大概人少一點 週末那小朋友 一進到那個溜滑梯 就不見 然後你只能盯著其中一個 可是眼角另外一個 有一些溜滑梯 有一些那種密閉空間 他不知道會從哪個洞鑽出來 然後我就很慌 然後我就有一次就問我一個朋友 他生五個小孩 我說你出去一個打五個 到底怎麼盯 他說他就是譬如說跟兩個老大說 你們兩個盯後面兩個 我抱一個這樣 OK 我說那我學會了 我就跟我兒子說 待會兒出去的時候 我只有一隻眼睛 我只能盯你 你就負責 如果那個妹妹不見 你要盯他 他根本不甩我 然後我後來我說妹妹咧 都會打 這如何解決 你說的就是個問題 剛剛你不亮一張照片 九個人去海 如果海灘裡面很多人 你九個 怎麼找 對啊 對不對 我都帶他們去比較空曠的地方 對 那個民宿就這些 對 一放在那邊就 啪 就跑走這樣 對啊 沒辦法盯吧 然後吹個泡泡聊 大家就回來這樣 還是大家身上要放晶片 對 GPS 就跑 因為我兩個男生 包括我跑去哪裡跑不見 然後就 曾經有過這樣嗎 有曾經 就是我帶了三個女生去 就可能要買餅乾或怎麼樣 咱們去一家店 然後那個小朋友就 一出來我說 那個兩個男生咧 不見了 就沒有啊 沒有在這裡啊 沒有看到他們在哪裡 這樣怎麼辦 出去還好那個園區沒有很大 可是他很多棟建築物 每一陣子都進去找 還跑去車子旁邊找 都找不到人 對 以前常常百貨公司 在一樓一樓在找 對啊 還叫人鐵門要拉下來 那天又剛好 對啊 很恐慌 出完就遠遠看他們走出來 然後很開心 那樣兩個人手牽手走出來 你們剛剛去哪裡 我們去那邊看什麼玩偶 我不是要跟你講嗎 這樣 對 先大媽一頓再說了 對不對 如果媽媽帶四個去百貨公司 她自己看了包 也就會注意到那個 會啊 四個小孩不知道去哪裡 很恐怖就是這樣 對 其實我才三個 但是我三個小朋友 我跟媽媽都有幫他買 定位手錶 出去的時候一定會定位手錶 那就是一個以防萬一 對啊 所以從手機裡面可以 手機裡面可以看到他們的位置 但是只是一個大概 但是就是以防萬一這樣 對 你們最喜歡的戶外活動是什麼 是露營還是說出去旅遊拍照 平常大概六日的話 就一定在附近公園 然後有時候會規劃 比如說到宜蘭民宿啊 有沒有 或到台中啊 那出去的時候 當然也會遇到一些遊樂園 一些這個 像剛剛說的一些 比較大的空環 比如說海邊什麼的 那個時候真的眼睛就要一直盯著 對 然後有時候因為 其實我們也才三個 那有時候就盯那個盯來 像黃醫師說的 盯那個盯來 看得眼花撩亂 手裡還抱一個 然後回來的時候 通通都回來有沒有 看一下三個都沒有 一直找不到 因為那個在手上這樣 會慌啊 對啊 那這些東西是 要一直放在車子後面 為什麼 就覺得 僅僅只是去一個公園 也可以排出回合來 比如說 比如說那個 但是他以前叫 碰智哥嘛 碰智哥 然後好像說 如果你是跟小朋友說 走 我們去公園玩 他們就覺得很無聊嘛 對 但是你又要跟他想辦法 要說那這樣 我們中午先去吃麥當勞 然後公園跑跑 那你可以曉得 你可以留你的直排輪 那我可以陪男生打棒球 好不好 那那個 踢足球 那踢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到旁邊的 Seven 買洋樂多 買水來喝 那Seven 那邊又可以最近最流行的 打寶可夢 我們就排隊打一下 就是 告訴他們有這樣子 謙卑不換話這樣 而且 他就不會覺得 僅僅只是去公園 你好辛苦 你平常生活都在做節目 對 對 你 因為三個小朋友 因為歲數滿近的 他們現在是正愛玩的時候 所以你就是要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這是你車後面 然後在車後面 這東西都放在車後面 然後就大概在這裡 然後第二層在拉開的時候 下面就會有帳篷了 可以收起來那個帳篷 所以你們真的會在外面 只是在外面搭帳篷 沒有要睡吧 沒有睡 那個不好睡 就休息一下 就是公園玩的時候 我們今天公園玩 有點野餐感覺 野餐的感覺 野餐店一鋪 零食一買 然後他們就覺得 今天又不一樣 像我們家就很喜歡 去登山或是露營 然後我們是選那個 不是人造營區 我們是到 原始的野外去露營 像我們前陣子 就去一個朋友的牧場 那整個牧場大概 快兩百公頃 然後只有 八十幾隻水牛 跟我們七個人 對 包場 對 包場 包山 包海 這是我們的照片 就是我先生他都會負責 準備裝備 然後孩子都會幫忙一起扛 現在很流行 非常流行 因為出門其實很麻煩 就是要幫很多小朋友洗澡 而且不是在自己家裡很麻煩 所以我們出去野營 就不用幫小孩洗澡 只要濕紙巾擦一擦 非常方便 可以考慮一下大家 沒得洗 對 沒得洗 不過我可以問一下 那個黃醫師 應該這些很多出去外面 回來都是被蚊子咬的 腫的 要擦 要過敏的 對 應該很多吧 那有兩種狀況 就是如果像我們這種 小孩只有一兩個的 那他們就會很焦急 被釘一個包 覺得這包好大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擦 有效的防蚊液 那怎麼樣擦 什麼多少要幾個小時要補 可是我相信林寶的媽 他們已經沒在在乎了 那個小朋友被釘 他 被釘就 有被釘嗎 當然是很自然的事情 對啊 他不外一定 媽媽要提防這個 像當自己的 當小藥局一樣 小寶媽呢 幫小孩子 比如說今天這個過生日 其他人會不會覺得 小孩多真的會 我剛好去上一個電視節目 然後有領到那個紅包 然後想說 那我可以順便幫小巴慶生 然後我就去把他從出生到 一歲的照片全部都擺起來 然後有照片 然後還有打氣球 對 這是他的生日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造型蛋糕 然後結果 我就看那個老五那個臉 就有點臭臭的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那個妹妹生日 為什麼那麼 然後我就想說 那個亮點出來 隆重這兩個字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他的生日 我們就是忘記 所以他就心裡不平衡 然後我就說 明年的時候媽媽一定幫你 特別訂製一個蛋糕 就有給他做一個那個 小小冰的蛋糕 對 然後他就很開心 然後他就跟我說 對 然後那一年 那一年姊姊知道說 弟弟有這種狀況 所以姊姊也去 85度C也去買了一個蛋糕 姊姊還蠻懂事 姊姊好貼心 有的時候我觀察說 如果說孩子比較多的時候 好像某些事情 在照顧孩子部分會 有一次我們跟同學出國的時候 那同學他本來自己 就已經有四個小孩 他就真的是放牛吃草 有的時候開車開到下一個景點 他說 他自己腦袋裡面以為說 跟著同學的車 其實到最後沒有上車 那結果那天晚上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大家就想說 來 我們來抽籤 還是猜拳說 誰輸了 所有十個小孩 就給誰照顧 給誰洗澡 結果那麼倒楣 我猜拳是我輸 我就很哀怨 我就想說 我怎麼照顧十個小孩 洗澡的時候 那個四個孩子的那個媽媽 他就說算了... 我知道是你輸 來 給我... 半小時全部洗澡洗完 我說怎麼可能 衝到他的浴室去看 他比較像洗完盤 沒有笑 對 我就衝到他的浴室去看 他還放了一個浴缸的水 我說你們還泡澡 他說什麼 十個小孩誰還泡澡 下水餃有沒有看過 一二下去泡水 起來 兩個互相打肥皂 三四下去泡水 兩個互相打肥皂 五六下去泡水 好 全部泡水正在打肥皂的時候 第一個第二個泡水 把肥皂沖掉 就這樣一輪就輪完了 我說這樣有洗乾淨嗎 沒洗乾淨 沒關係 明天還要再洗 所以我就說 生命真的會自己找到出路 真的 對 我們做這集是希望大家 因為我們的生意率 實在是很便利的 到底你看完這集感覺 是到底要生還是不生 我們寶玲醫師 要給大家婦女觀眾做個總結 我其實因為我在門診 我很喜歡催生 希望大家生孩子 可是我面臨到最大的問題是 第一個 大家不是那麼怕生 因為現在台灣生產 是一個愉快的經驗 怕的是教養 那我們會發現他們教養當中 最怕兩件事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今天的故事告訴我們 生六個 七個 三個還好 我還好 我真的還好 對 六個 七個 九個 其實你會發現 他們雖然 失去自由 可是他們獲得 自己認為的幸福 更幸福 其實那個幸福當然要自己拿捏 那第二個就是 不要怕做不好 對不對 人家五個出去 六個出去 沒有廁所 吵架 洗澡 洗不乾淨 人家還是活下來 我常常遇到只生一個 我常常會鼓勵他一定要生兩個 甚至三個 因為你只生一個 很像壓 壓寶只壓一個 他做得好好不好 你沒有翻盤機會 壓力太多 兩個常常可以比較 第二個 比第一個好的話 你起碼覺得 心情好一點 第二個 跟第一個一樣差 你也不會太難過 反正就這樣 第二個 比第一個還差 老大 所以有時候人比較會有感受 不過我覺得整體環境 很希望大家多生 不過六個 七個 九個 這個要好好規劃 還有另外一半 大家要請努力 是 黃醫師有什麼建議 林老媽你們家的小孩 會偏挑食嗎 不會 沒有這種事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就是我每次在門診 都跟那些 爸爸媽媽說 我的小孩怎麼都不吃 我說你現在想像一下 你生了七個小孩 然後你這個不吃飯的是老六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吃寶妹 東西堆出來 他生命就會找到什麼錢 他就會吃 而且吃飯沒有壓力之後 其實小朋友自然而然 他就各種營養素都攝取到 所以也許今天我們很多的故事 讓我們每一個家裡 可能只有一兩個孩子的爸爸媽媽 能夠有一個比較放鬆的感覺 其實孩子真的 他會自己有一個 在一個比較沒有壓力的環境 他會自己找到很好的出路 請問 請問一問題 請問你從幾歲那一年開始 我從22歲開始生 然後現在34 剛好變成高齡產婦 從少女生到高齡產婦 兩年一個 生命是一種禮物 就是不是說有就有 對啊 我們就決定 就是婚後就沒有要避孕 就一直生 到更年期 看有幾個就幾個 是喔 所以如果妳在他生完還有 第八個 妳還是不會 可以 我會想要生他 他真心開心 妳看他的表情 那妳這樣生下去 會生二十幾個 不會啦 到45歲差不多 那因為我們 在懷了小六之後 我覺得我們這一集 都問妳就夠了 對 GG你算的啦 妳今天領通告費就好了 來聽 他講故事 那妳的老大沒有覺得說 媽媽都沒有時間顧我嗎 對啊 不會 他們 其實我有很多時間顧他們 因為我們家自學 然後我都是全天陪著他們 你六個小孩 你還自學 對 我們自學 我可以跪拜一下 真的 因為他浪漫了 我跟你講 他考量可能滿多的 第一 他可能沒辦法送 你知道 六個要怎麼送 九人幾乎 我會想要請教一下 他們這樣怎麼睡 他們睡在同一間房間 但有 我們是用兩個大單 因為他現在還小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他們慢慢慢慢長大 到了國中 他要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一個獨立的一個房間 對 可能因為每家 有好幾層 應該經濟能力還行 我們好幾層 然後我們知道也會 真的 沒有 剛才都不浪漫 對 你講直話 真的有好幾層 他都不浪漫 他們家有數幾層 真的好幾層 剛才我們都住透天比較多 所以就有分層 對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規劃 讓哥哥他們男生自己住 然後女生自己住 我們小時候 三個孩子都是睡地上 真的 我們那個年代 都是睡大通褲 就地上被子鋪一下 是水泥地 眷村 眷村 因為只有一個房間 一房一均 他們很多層 你們好多層 而且領導的故事 真的會氣死很多人 像我第二胎不是很難生嗎 第一胎也很難生 但他得多囊 然後現在懷孕 你知道嗎 人家說 懷過一胎兩胎的人 更容易懷胎 所以我知道你們這一胎 好像還開了直播公布說 對 就是我生完小六之後 就月經都一直沒有來 然後我就去看了醫生 然後醫生說是多囊 然後我就 因為我真的很想懷孕 所以我就拿了藥吃 然後在九月的時候 我們就因為結婚紀念日 我們就去過兩人的小旅行 然後兩個禮拜之後 就覺得頭暈想吐 然後我就上網就有分享 然後很多人就說 開直播 開直播 所以我就開直播 驗孕就真的兩條線 三四千人 所以妳先生大妳幾歲 九歲 那還不 他還滿厲害的 你跟乃哥也要流汗 他很像 乃哥你不是說男生沒關係 不是 男生沒關係 但我想還有這種興致 長輩們 都是樂見這個事情嗎 他們都是看新聞才知道 我們懷孕的 他們在我懷第三胎的時候 拜託不要再懷孕了 對 他們三胎的 他們第三胎就講 妳已經生六個了 他們覺得我們很辛苦 他就覺得我一直懷孕 生小孩很辛苦 但我覺得說 我就跟他們說不會 而且其實小孩 都是我們自己在顧 沒有麻煩他們 所以我們就是 妳沒有請了幫手嗎 沒有 沒有幫我 真的假的 妳一個人也覺得 也不可能 一個一個 妳是不是也想跟我 一個膜拜場 對 妳知道我現在的孫子 妳一個帶六個 我們是六個帶一個 妳是不是覺得很偉大 太強了 最小幾歲 除了妳肚子這個 最小快一歲 妳已經五個了 第六個懷孕在肚子裡 妳怎麼弄 對啊 妳懷孕還會多少會 比方說一些懷孕的一些 症候群 孕婦 不舒服 妳這五個怎麼帶 我懷孕 我現在就是在害喜的階段 但我覺得很忙的時候 好像沒有什麼時間害喜 因為我們家是自學 所以我們需要一直接送 出去上才藝班 我就還是邊開車邊吐 然後 好辛苦 等一下媽媽 你先生應該很愛妳 好偉大 對 一個禮拜三次 真的 一個禮拜三次 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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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講的話 很多 今天電機很多會吵架 妳為什麼三個禮拜三一次 妳為什麼 三個禮拜三一次 三個禮拜一次 對啊 妳要夠大小孩 那麼多 沒有 因為我們都分房睡 所以他們有好幾層 他們有好幾層 有很多是專門 夫妻的情形 把他接我們去四樓 但妳的故事還沒來之前 我其實崇拜的是詠麟哥 因為他有三個兒子 會生那麼多小孩 還是看到他有一些好處 像英國的一個研究報告 就是說 其實有兩個以上的父母 他有一些健康的好處 怎麼說呢 例如說第一個 他離患癌症的機率比一般人少 心血管的機率也比較小 不是因為他在氣死嗎 沒有 兩個 是沒有時間生病 就是跟拎刀一樣 是 拎刀 然後染上酒飲 跟車禍的機率也比較少 對 但是有這麼說 為什麼沒有大家都生兩個呢 其實還是有一些因素要考慮 你的經濟能力夠不夠 像哪個剛才講的 第二個就是時間分配 如果說你是一個雙性家庭 你還要看你的同住的家人 能不能幫你照顧 再來就是教養的煩惱 其實叫 尤其是父母之間的 教養的價值觀一不一樣 再來就是說 生涯規劃 通常夫妻兩個 如果說像有兩寶或三寶以上 對 例如說媽媽可能小孩小的時候 媽媽先全職代 等到小孩上幼兒園小學的時候 先生要同意 太太可以再去職場 多保的時候 其實生活秉子難免都會下降 那夫妻願不願意 同時的去犧牲這件事情 才是關鍵 但我有個問題 你以為你先生好像是獸醫 對 所以他 不是我的獸醫 你們家是不是 應該不會還有羊寵物吧 五隻狗八隻貓 五隻狗八隻貓 還有八隻蛇 天啊 真的好漂亮 牠在同一個空間裡面嗎 還是 不同棚 就是我們下面的收醫院 不同棚 不同棚 你不要再問 再問就不同棚 我的自我今天 我都限制想搞了 限制想搞了 還不同棚 我剛剛有一個經濟考量 完全不是他們考量 問題是狗 不可能自己放在那一棚裡面 對啊 沒有 牠分配 對不對 老大配一隻 老二配兩隻 這樣子分配 請問這個狗貓也是自學嗎 牠們可以自學 好啦 一路一路 你有沒有很崇拜 一個女兒已經快閉笑了吧 我有點震驚 我也是 我是震驚 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好值得 對 好偉大 不可能 我第一個 我就覺得超累的了 真的 但我現在在她面前 我就這樣講 就覺得 我自己 對 自己好不成長 對 自己好不成長 覺得 這很不好意思 但是 因為應該是我的原生 家庭的關係 我從來就沒有像 像 林道很早就結婚了 對 21 21 因為我爸媽 也是很早婚 對我來想 我就覺得 因為他們也在學著做 爸爸媽媽 很像小朋友帶小朋友 所以教得 沒有那麼的好 尤其那個年代 又不像現在資源這麼多 然後後來 當然夫妻就 也會常會吵架 後來就離婚了 然後我 可能我覺得 這是原生家庭給我的影響 因為我就覺得 結婚又不一定 是一個保障 一定幸福 有保障 不一定會走到一輩子 或者是也許分開來後 他們兩個人更好 更開心 各有各的幸福這樣 然後所以我一直到了 30 30多歲 我是36歲 我才結婚的 我甚至跟我老公 那個時候 在交往的時候 我就說 你有要生小孩嗎 因為我怕有的男生 他家裡面 他們一定 家裡面有一個傳統的觀念 他有獨子 然後我說 你會不會一定要生小孩 我老公說我沒有 我沒有一定要生小孩 我就覺得他是不是說說而已 對不對 他就說 我是跟你說真的 因為我媽媽生了三個 就覺得很累 他覺得 我們要不要生也無所謂 我說是嗎 我說因為如果你要生的話 我已經35歲了 我們一開始交往的時候 我說 所以你想生的話 那可能要 要趕快 要趕快 或者是最快 那我也要三六三七 那可能就不能比喻 我說 而且我有多囊性卵巢 他也有 什麼藉口 可是因為 他們家什麼問題都不是問題 可是我明明去看的時候 這醫師就跟我說 我不容易受 不容易受 不容易受受還是可以 你沒有出去兩個人的小律師 對 一個禮拜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要先跟我老公講 我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就沒想到 也是上天來了一個禮物 我們就覺得說 那就順其自然 就真的來了 你有一個禮拜三次嗎 然後一個晚上都可以三次好不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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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那邊為了贏那邊 當然 其實他們都會看這個節目 不要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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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是幫老公做行銷 好可怕的女人 怎麼生都不能輸 生小孩都生那麼少 對不對 因為其實在禮物來之前 我還本來要考慮動軟 結果沒想到他就來了 結果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高齡產婦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 剖腹生產 結果沒想到 因為我的女兒頭很大 我連剖腹生產的時候都難產 剖腹其實 刀開下去 小孩子三分鐘就是差不多了 我二十多分鐘 小孩都拉不出來 然後我就拉一次我就 我就看到那個血 在天花板上飛這樣子 跟德州電鋸殺人魔一樣 這麼大的頭 然後又再拉 然後我那個麻醉石半邊臉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 我想這應該不是正常狀況吧 然後我大概 就因為我是清醒的 所以我就聽到 護理人員就打電話說 請問一下那現在 小兒科裡面有誰 有Leader嗎 還是誰主任在我們在 我說好緊急 可是好像是 因為孩子一直拉不出來 然後就很多人在壓我的肚子 固定住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血一直噴這樣 醫生身上整個都是我的血 然後我就覺得 生完後整個人都是在發抖 因為可能有點失血過 失血過 這樣子 然後醫生就說 真的沒有想過會 小朋友的頭這麼大 拉不出來 然後我還問麻醉醫師說 你有看過這個狀況嗎 噴成這樣 他說媽媽妳辛苦了 是真的沒有 通常只有開心臟手術 他才遇過 我不想他是第一次遇到血 就是孩子拉不出來 噴成這樣的 然後因為我的這事件 還被他們的那個醫生 好像在群組裡面說 你怎麼會這樣 被笑 所以 怎麼會發生這種狀況 怎麼會發生這種狀況 你知道你的小孩子的頭顱 大概多大 對啊 到底多大 就是 對啊 應該要超過40了吧 我忘了 但是就是他永遠就是 比如說 他說生長曲線 然後他的頭就是99%那一個 然後 可是他的 他的 他體重又很瘦 他的體重可能只有9% 他的生長曲線 就是他很瘦 可是他真的有比較聰明嗎 我覺得很聰明 現在六歲 他現在六歲了 那很好 我覺得很精 他比如說他現在就問我 他前陣子還問我 媽媽 我想問你 我們在世界上 第一個人類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我想 我想我六歲不是只有 我媽媽說媽媽 我們等一下去吃什麼 對不對 他昨天又問我說 媽媽 請問一下這個世界未來會怎樣 對 我就真的是蠻聰明 蠻值得 但是我就覺得 一個就夠了 然後我婆婆也說 我們就一個就好了 好好的栽培 我婆婆也是 是講真的 她是私底下跟我說 我看你帶小孩真的很辛苦 那你就好好帶 然後帶大了以後 你還有自己的生活品質 她說 像再給我一次選擇 我也不想要再生那麼多 我婆婆自己 妳婆婆很好 她這樣跟我講 所以我就決定我只要生一 請問靈刀是自然產嗎 對 我都自然產 只生一胎的人 他們在想什麼呢 除了以路剛才 她是因為生理的因素 所以只生一個 非生理的因素 通常有這三個 第一個就是本身的原生家庭 比較不美滿 所以她覺得自己的童年 就是不快樂 那幹嘛又讓另外一個小孩 來到這個世界上 不是有一句話講嗎 說 幸福的人用童年療癒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療癒童年 第二個原因就是應付心理 這個不是說應付婆家 有時候妳自己的娘家會說 妳要幫人家生一個小孩 有時候反而是妳自己的娘家 會告訴妳說 妳應該幫人家生一個 我爸媽在我懷孕的時候 還大哭 我沒有想到妳會生小孩 我以為妳不死人了 我告訴妳了 不用結婚都沒有關係 孩子一定要生下來 有孩子很好 她們在演哪一句 最後一個只生一胎的人 其實就是因為無奈的 經濟壓力所造成的 對 孩子生完之後不是故事就沒有 其實生完之後 夫妻的生活會有一段時間 就是品質會下降 然後滿意度也會下降 但是為什麼大家還是願意生呢 其實心理學教研究過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我們的記憶通常是會有一種 失真 對 類似這種嗎 就是我們回復起育兒的那段期間 我們通常只會記得好的 好幸福 可愛的時候 對 就像妳現在打開手機 裡面照片有幾張是哭的 幾張是笑的 都是笑的 而且手機桌面就一定是女兒 不會太哭的 對 第二個原因就是 就是小孩依戀我們 但是父母其實更依戀小孩 所以才會有空巢這種現象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 我們的人生呢 也不是只有追求快樂 通常要追求意義 那就像好像說 妳自己一個人煮菜 自己吃 覺得不香 但妳煮了 小孩吃了 然後看到他滿足的表情 跟妳說媽媽好好吃喔 妳是不是更滿足 所以妳就更願意跟他們付出 所以就以上這三個現象 會讓大家願意再繼續的生小孩 我的懷孕第一胎 我其實跟乙露出生相同的狀況 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妳 搞不好妳是第二胎 我是產後大出血 我是真的是產後 我是 因為我開盤直路 然後被拉開的時候 就整個大出血 所以我是流了三件細細的血 然後我學弟跟我講說 學姐不好意思 我幫妳打個點滴 我那時候已經沒有辦法講話 我心裡就想說 快打 我學姐要死了 那天也是因為我們醫院 剛好要做急救訓練 然後我們本來有一個賈安妮在隔壁師 他們就大喊說 不用看那邊這邊就要急救 就全部人進來 這我很感謝那一天 很多學弟就幫我們 直接衝下去拿血品上來輸血帳 我記得我醒來的第一瞬間 我真的是抱著我先生大哭說 我們不要再生第二個了 那張醫師第二胎隔多久 五歲 真的會記憶時間 忘記 就差不多忘記 沒有 目前就是一胎 真的會記憶時間 我們那時候真的很怕 但是因為我子宮復位很好 我也沒有傷口 最近在身體上 如果你有摸到一個傷疤 你可能會一直記起那件事情 但我並沒有 所以慢慢的 真的就看孩子長大 然後我女兒就會 老大就一直說 媽媽妳再生一個好不好 生個弟弟或妹妹 這樣來陪我 就是她會一直要求這樣 所以那時候後來也真的覺得 重點是因為我覺得 一直陪老大玩家下球 玩得有點累了 所以我真的沒辦法 生一個來陪她 而且兩個有個好香娘這樣 我就真的覺得 所以 完全忘記 那一個瞬間 是多麼的恐懼 那個重生的感覺 所以 真的記憶時間是存在的 女兒現在真的會一直說 妳可不可以生一個 姐姐來陪我 我說那去 那要問妳爸爸 他說我要生一個姐姐 我說我要生只能生妹妹跟弟弟 我沒有辦法生姐姐 他說 那還是可以領養 這也許是個好選的 那時候我老大一直要求 我生第二個 他說媽媽妳再生一個 我就很猶豫 我講不出所有的理由 然後他就說問我說 媽媽妳是不是怕妳生出來的 那一個妳沒有辦法 像愛我一樣愛她 你會這樣講去嗎 好可愛 對 然後後來他們就說 好成熟 這個小孩就太自信了 好可怕 她自信也不是個好主 自信 我怎麼可以這樣 離婚 我其實跟妳路是一樣 就是小時候 原生家庭的問題 我爸媽兩歲就離婚了 但是反而是變成 我可能從小 就不想要結婚這件事 就覺得就是把自己過好 我也滿驚訝妳會結婚 對 我也滿驚訝 對啊 但是我跟史丹麗兩個 其實都是不想結婚的人 是 然後是後來因為真的 我們很常一起出國旅行 發現好像如果是彼此的話 是OK的 這件事情是成立的 那我還有一個不想生小孩 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爸後來又結婚了 然後又有別的小孩 那個妹妹跟我差了17歲 所以就是在我17歲的時候 她剛出生 我每天就看著她 我就說真的快崩潰了 而且她很Drama 她超Drama的 就是她寶寶的時候 就是每天晚上大哭 瘋狂哭 然後也就算 然後會講話的時候 她就會每天演很多的戲 因為我那時候就已經在當DJ 我房間很多的CD 她就會走到我房間來 姐姐 姐姐妳在幹嘛 這是什麼 那是什麼 為什麼 就是所有的問題都會 很多問題 對 然後她就發現妳不理她 因為我在忙 她就會用腳去踢那個CD 就一疊她就把它踢到 我就說是要引起注意 對 因為姐姐什麼都不理妳 都不理她 對 我就說妳不要再踢囉 她就說我沒有踢 然後我就又看到 她只是碰嗎 我就又看到她 手工弄了四次 對 她在挑戰的積水 我覺得真的 手腳怕打下去 然後她就跑過去跟媽媽說 媽媽 姐姐打我 那時候我就覺得 天啊 小孩子好可怕 就是 妳經營好深 我就從我妹妹開始 我就很怕小孩 那現在感情好嗎 我跟我妹感情非常好 然後她就是 今年年初也生小孩 對 但因為後來就是 跟史丹莉結婚之後 當然雖然我們雙方的家長都知道 我們本來不想結婚也不生小孩 往往還是會抱有一些期待 因為妳們結婚了嗎 對 對 這樣一路父母多麼開心 對 其實還是會想說 不生好可惜喔 然後媽媽時不時都會講說 那個誰誰誰都在問妳 為什麼不生 然後我老公就會在旁邊講說 他生的話 我會把他從樓梯上推下去 然後近年又改一個說法 他就說 他已經更年期了 他快更年期 他生不出來 所以就慢慢就沒有人在 再玩 想生也沒機會了 沒有辦法生 可是我覺得夫妻有共識很重要 對 但我們還滿慶幸的 因為她妹妹 她兩個妹妹都各生兩個小孩 就妳們可以玩她的就好了 沒有要玩 沒有要玩 她意義很深 妳不要逼她 她不會跟小孩玩 對 我為什麼說還不 就滿慶幸自己沒有做這個決定 因為我覺得可能真的是 我不是討厭小孩子 是我可能不知道要怎麼跟 小孩子相處 對 例如我們 怎麼照顧他們 奇特的生物相處 例如我們在吃飯 他們就會整個餐廳 因為我們有包裝 他們就在裡面跑 然後有一次也是家族聚餐 她就默默地 就看著那四個小孩在旁邊尖叫 轉過來悠悠地跟我們說 妳們是不是很慶幸 沒事 真的 對 但是那都是 當時的狀況 有時候會順便帶一句話 但私底下有時候 就進去想說 有小孩子還滿熱鬧的 對 人有時候很奇怪 對 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時空 會有不同的想法 沒錯 我想看到 我想要看到 一 一 或者她私底下 是一個難搞的廢物 喔 要哭啦 看到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脖脖 就站在這裡 你一直勾公公的手 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沒有 沒有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沒錯 一個30歲的女性 她在門診做一個 很簡單的婦科小檢查 抹片 追蹤她的卵巢小水泡 出來以後她不走 我想說快點要看下一個 她說醫生我想問妳一個問題 我說什麼問題 看起來嚴肅 她說 這個 我說這問題很大 她可以減少乳癌 子宮內膜癌 卵巢癌 妳可以跟她講 她說那還要 我說 我心中事實在想說 像領導這樣一直從 青春期生到更年期的人 不太會子宮內膜異味 是 沒有什麼月經來 對 一輩子會生免也沒用幾包 對不對 會省的你知道嗎 對耶 你好省衛生免 當然 生多胎也有很多多胎的問題 但她第二個問題更沒有 她說 醫生 我這個年齡有沒有必要測AMH 測卵子的庫存量 我說妳30歲 一般我們是不測 除非很特別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是可以測一下 妳有什麼問題嗎 她說 我老公的哥哥 德老婆 今年36歲 做了504款嬰兒 她們做504款嬰兒都失敗 現在我的公婆 把目標轉到我頭上來了 我說 這樣子 她說 妳為什麼我也不生 她說 奇怪 為什麼我不生 我們有計劃 她是說 妳的少少不行 妳至少表現一下 替代一下 她說 還有這一招的 怎麼哥哥不行 弟弟的老婆就要那個 她說 感覺是要她傳中接代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們沒有女兒 就是 其實她的公婆也沒有多老 才60出頭 但沒有當過阿公阿嬤這樣 覺得有一點期待 結果她說 我說 那妳就生 她說 不是 我現在的問題是 我現在才進那個壽事專班 研究所 壽事專班 才半年而已 她當初也不反對 我賭的 現在賭的叫我 一面讀書 又一面要生孩子 她說 妳覺得這樣合理嗎 我說 是不太合理 妳覺得我最晚什麼時候要生 她應該去找邱醫生吧 我說 最晚我們都希望35以前 不過妳30真的很適合 現在這個25到30是最適合的年齡 最適合環 心裡又成熟 又不會年紀高齡產物都不會 我說妳可以跟妳婆婆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測一下AMH 她說我就是想測一下 測出來2.0 2.0是正常是2到6 她還在正常值裡面 我說2.0 OK 還可以 妳35以前應該是能生的 妳就回去商量一下 是不是再等妳一年半 讀完以後就可以那個 就這樣商量 就過了兩年之後再懷孕 不過現在講這個問題 我覺得慢慢這個問題 就不太存在了 因為世代不一樣 還有什麼想法 生一胎才能穿心陪小孩 一路這樣妳說的吧 對 我就覺得 以前就覺得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可能那個時候 育兒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 那我一定要好好的帶孩子 好好的教孩子 好好的陪伴孩子 所以我就覺得 我如果生的話 我那時候就規劃 那我起碼這 到他上國小之前 我就不能拍戲 然後 因為一拍戲可能就 一去就半年 是 一半個月 回來的話 他就覺得我是誰 他已經長大了 他就長大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應該只能生一胎 不論是我的年齡 跟我以後想做的事情 因為有一天孩子 會大會走 去讀書或他有他的婚姻 那我就覺得我老公很好 我老公就跟我說 寶貝 那我們真的生一胎就好了 雖然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可是 好棒喔 對不對 那我們還是要做 我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些孩子大了 妳可以去演戲 做妳想要做的事情 真的喔 而且因為我想學前 都是自己帶孩子 所以我老公看得到 我的付出跟努力 他懂我的犧牲 然後那我覺得 這樣的經歷對我來說 就是這一次就夠了 而且我的人生以前 其實是 我母羊做的我會覺得 當下開心就好了 我是那種沒有保險的人 可是為了孩子後 我就覺得 那我要買保險 要規劃一些東西 然後甚至就是覺得 那我在懷孕的時候 就覺得說 那我要幫她找一個好的學區 我居然就為了她 就懷孕的時候 妳也太早了吧 真的 妳孟母三千也太怪 真的 所以我就懷孕的時候 然後我就搬到一個 我想要的學區 但是那個房子太難找了 就先找到一個比較小的小房間 然後等我要生的時候 才找到一間比較大的 然後我老公在我生孩子 住院的時候他搬家 但是我就覺得 沒想到我的人生會這樣 因為我們就是沒有好幾棟 沒有好幾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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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要想比較多 然後我就覺得 那還好我有想多一點 因為沒想到 我們讀的那個學區 是滿兒學區 我想要的那個學校 今年我女兒入學了 然後妳要在那邊住滿 六年九個月 才是優先入學 那還好妳 我六年十個月 對 真的 那妳規劃得很好 妳說我們剛好 真的不是 妳有時候有當媽媽 以前就覺得瘋了 怎麼可能會 注意這些事情 可是當了媽媽後 我就覺得那就全心投入 但是我覺得 我有我的規劃 我覺得這夠了 接下來就是 我也想要有我的 為自己活 我要為我自己的人生 很棒 我覺得其實是 一個最累 我覺得三個以上 才開始輕鬆 因為她大的 會幫忙帶小的 也不是 可是三個以上 妳繩子已經不清楚了 就是 差不多了 她們幾位玩就好了 因為一個小孩的時候 就是彼此的注意力 都在對方身上 所以小孩不管什麼事 都會來找媽媽 然後媽媽要一直陪我 玩半家家酒 兩個的時候 她們就很容易吵架 然後要來找媽媽當法官 但如果三個的時候 她們就是一個小社會 所以她們可以自己 兩個人吵架 她們可以去拉攏 第三個到七個 會不會是妳們家人 比較天使 比較天使 我覺得是看怎麼訓練 因為我們就從小都有 像分房睡 就是我們滿月 就會讓她們分房睡 我覺得多小孩 也有一個好處就是 她們就可以自己睡 對 她們就有半 所以她們成功率 就分房睡成功率很高 那很熱鬧 三個還 像我那時候三個 大概都差一歲多兩歲 這樣子 三個就很熱鬧 在房間裡面 一個大床跳 玩 他們自己會 有時候 只要安全的話 他們反而 我們不要那麼吵心 對 你知道嗎 我們可以做我們的事情 他們也不想要你們來吵 對 像他們這個六個 玩在一起 那是一窩 而且我們做家事超方便 像我們如果一次洗五十件衣服 如果你一個人 一個小孩你要曬五十件 但是五個小孩 一人分十件 一下就折完曬完了 所以我們家做家事 有幫手 都很快 做家事 煮飯什麼都很快 但我覺得有一個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家自學 然後我們要一直接送 上下課 所以多小孩就真的比較辛苦 因為很多個要送 不同的才藝班 不同的地方 對 而且你看那個費用 對 不要再擔心這個 我們都不用擔心 真的 我們都不用擔心 你自己接 對 到我自己接 所以你先生是在獸醫院裡面 就是我們輪流 如果他在看診就 主要還是我接 除非我今天剛好在忙 不過我們在診間看 其實獨子跟多胎 都各有各的困難之處 也不是說哪一邊就比較辛苦 我就舉兩個案例 就是獨子的部分 就是我們說的金孫 我要舉的是一個 就是他的爸爸媽媽是 各自的獨生子跟獨生女 結婚之後的唯一的孫子 這個已經是 兩方家庭都超特的 我們都叫鑽石孫了 那個我最記得 因為他小朋友是滿月 要來打預防針 就是來打個預防針 應該是很快就可以結束的事 那個鎮上 從那個嬰兒車推進來 那個跟那個維安特勤是一樣的 旁邊嬰兒車旁邊 圍六個人 對 就是爸爸媽媽媽 阿公媽媽 外公外婆都一起出來 因為這個是一個家族的大事 人生第一次打預防針 對不對 都穿得很正式 都穿得很正式來 那個一樣 本來其實五分鐘 就應該可以結束的事情 他大概講了快半個小時 因為這個寶貝 這個鑽石孫 要打第一針下去 他把他這一個禮拜的狀況 一定要先報告清楚 才敢下針 所以他就是開始講他的紀錄 這也很正常 爸爸媽媽都會紀錄 我們一般紀錄也是說 阿弟早餐吃了120 幾點吃 中午吃個140 這樣子 他不是 他都是 他早上吃124c.c.c. 然後下午吃了136c.c.c. 他那個c.c.數 是到各位數都要算清楚 這種事情就會出來 可以看得出那個小朋友的照顧 真的是 時時刻刻都有 12隻眼睛在看 我最記得他最後要去打針之前 那個冷氣 因為我們針說冷氣比較冷 那個小朋友 就打噴嚏打了一下 我看那個阿公 他那邊眼淚都快蹦出來了 我都差點站起來對不起 那同樣這個情形 我遇到像最近感冒很多 因為秋冬 就也有那個多胎的這個爸爸 我看他很辛苦 他帶了三個小孩來看診 那他的哥哥是4歲 那另外三歲的兩個是雙胞胎的兄弟 所以三個男生 那三四歲剛好是最 最小的時候 對 那他來看診的時候 其實這個爸爸也很辛苦 因為他也講不清楚 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那個症狀我問起來 他大概只知道 裡面有人有發燒 他說都有咳嗽 都有流鼻水 那誰先 都不知道 誰吃得好不好 誰活動力好不好 他說 你自己看著辦 好吧 我們就慢慢檢查 那檢查完 那個爸爸還特別跟我講說 醫生你那個藥 你把它 你不要開得擦太多 我說為什麼不要擦 我們每個檢查完 藥怎麼會不要擦太多 各自的症狀 他說 因為我常常會餵錯藥 它就發生過那個雙胞胎那兩個 有一個有一次拖很久 他才發現 他每次都餵到同一個去 然後有一個都一直沒吃藥 真的假的 所以我們只好請我們藥師 把那個 每一包都要打勾 做星星三角形 讓他搞清楚說誰是誰 真的他在照顧上 我覺得這個就會有一點 比較辛苦 好辛苦 就是觀察上真的 就紀錄上沒有那麼的好 我們再來看看 還有什麼問題 每一小孩生活品質比較高 Gigi你怎麼說 因為其實最近解封了之後 我最常被問的就是 你們接下來要去哪玩 然後我就會很認真的分享說 我們這個月要去日本 然後一月要去滑雪 然後可能四月要幹嘛 然後朋友就會這樣一直看著 我們好羨慕 好羨慕 然後我就說你也可以 因為他們家經濟環境也是OK 我說你也可以去做你想要去的事 他就搖頭 小孩子走不開 他說小孩不能請假 要上課 之前上節目的時候 其實很常碰到一個女藝人 我可以講是誰 就是小可 小可每次看到我就說生 小可三個 對 生三個 他每次看到我就一直跟我說 生了嗎 你生啦 趕快生一個 你是不是懷孕了 你是不是要生了 我就說你不要再問我 我沒有要生 你還健身 我後來每次看到他 我真的都會翻白 對 然後真的有一次 他大概問了好多年 從我們結婚就一直問 每年都會問一次 遇到就問 然後後來有一次錄影看到 他就也是這樣看著我說 好啦 其實你不生是對的 我有時候還滿羨慕你 是嗎 真的 不過小可滿喜歡小孩子的 我覺得 帶小孩也是另外一個 對 很厲害 像我跟我先生 因為我很早就結婚 那時候其實我還是一個 剛畢業的大學生 我先生那時候已經是職業的手 但就是上班族一個月薪水 大概就五萬塊左右這樣 我們就是因為想要陪小孩 然後我們是希望 他們出生了之後 就是我們可以維持 讓他們有很好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們就創業 然後就 小孩越生越多 需要的錢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就一直想辦法開園 這樣 所以我們每 我們到現在就是每一個月 都會有一到四次的 全家旅遊 所以有時候就是每個禮拜 都在各 就是全台灣跑 旅遊 對 旅遊 禮拜六 禮拜天帶了孩子 出去玩 對 對 因為我們是自學 所以我們就常常需要 可能去博物館 或者去什麼展覽等等 然後就會在那邊過夜 然後像我們也是每 每一年都會安排 就是剛剛有說到 一年大人出去一次 然後小孩全家出國一次這樣 對 但這是我們在婚前 就是我們剛剛結婚的時候 我們都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我們前面有錢 我們很窮 去登山 滑雪 就我們家 因為我們是希望孩子 因為我就是去上滑雪課 而且上滑雪好貴 你們可以包班 我們可以 我們要分很多班 因為不同年齡 但我們上一天就很貴 因為我們從大人上想要分三班 一天就要五萬塊台幣 對 所以我就覺得我要讓我小孩 以後就要當滑 就是 去當滑雪教練 可以當滑雪教練 然後要去教別人 要去賺錢 對 他一定在想怎麼樣 對 所以我們從三歲 就會開始去滑雪 可是你們整家人出去玩 那花費應該很怕 很可怕 對啊 所以我們就會用里程數換 或者是 就是能換就換 不能換就是買 只能買了 對 所以一次下來 像我們12月要去北海道 剩下來可能就要五十萬 而且現在機票又貴 五十萬一家人一次 對 請問你們怎麼創業的 都教我 沒有 我也要想想 真的 兩個人白手起家 然後現在好幾棟 好幾殘 沒有好幾棟 兩棟 兩棟 獸醫以外創什麼情況的意思 就有賣一些嬰兒用品 因為他現在就等於說 因為小孩子 他也要做直播 很有說服力 對 很有說服力 大家就以他為標竿 因為直播的時候 小孩有 政府應該要補助你吧 對 補助 你生那麼多胎 現在補助還滿多 現在五歲以下 一個如果生三胎以上 所以我都鼓勵要生 就生三個 因為三個補助比較多 一個就七千塊 所以像我如果生這個一個月 每個月 每個月兩萬八 唉唷 不是生啊 不是生啊 等一下 我要回去把我的結紮打開 你有加在那裡 每個限制不一樣的補助 沒有 這是中央的 這是中央的 中央的 這還有兩萬八 不是 這四個加起來 四個加起來 一個七千嘛 好瞭解 因為我們也希望孩子可以吃苦 所以我們也常帶他們去 沒水沒電的原因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就是野營的照片 很棒 然後我們也會自己背裝備 我們也會去爬百月 對 我們會去爬百月 然後會去 自己背裝備去野營 自己搭帳篷 我們是希望他們可以吃苦 但是生活又不能打折 之前我其實 我第一胎生完的時候 我第一胎生完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也是 留職 我沒有留職 我就離開龍總 我就想說休息 然後男的單母 今天好好放假一下 然後那時候我就一次聚會 我就遇到我說 學妹出來診所幫忙 就是他剛開了一個診所 我就說我現在好像 還沒有很多的需要 他說不行 養小孩很花錢的 趕快出來工作 要不然之後會不想工作 我說會嗎 因為他要餵母乳 我說學姐 你現在兩個小孩子 你大概每個月花費要多少 他說你不知道嗎 我每個月都買兩個名牌包 我說你幹嘛這樣買 你有那麼多需求包包嗎 他說你聽不懂嗎 那兩個小孩子就是我的名牌包 那兩個小孩子就是我的名牌包 真的 我每個月花的那兩個小孩子的錢 就是一個名牌包的錢 那時候聽到就 立馬第二天就趕快去包包 立馬複齒 我就說自己 為自己的名牌包複製 那我自己在臨床上 我會看到我的一些病人 有時候就從他從生的第一個 我看到這個媽媽 到第二個 第三個陸續過來 你就看生第一個來的時候 會化妝 會做指甲 頭髮都是有設定過的 很漂亮過來 慢慢 你看第二個來 他又抱著第二個來的時候 好累 張醫師 你就慢慢看到 口紅他要塗一下 頭髮已經沒什麼事 綁個脈尾就來了 然後你看他身上第三個的時候 有穿衣服就好了 脫鞋 鞋子沒有自己穿 脫鞋就來了 他幫他小孩子 可能第一個都看到全新的 你看第三個可能 上面是姐姐弟弟也穿個粉紅衣了 就不會那麼講 就是什麼小女生一定要粉紅色 小男生一定要粉藍色 像我小孩的那個 兩個小的還現在在小學 然後每年的萬聖節 聖誕節 學校都希望家長會出一些節目 像我就連續四年 辦了萬聖節的吉祥物 我第一年辦那個薑炳仁 結果嚇哭了一些小孩 我說不行 那第二年要可愛一點 第二年辦熊大 好一點 被嚇哭的是個位數 然後再來去年是史諾比 然後今年是皮卡丘 終於沒人哭了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 就是跟小孩子一起生活 然後融入他們的學校生活 其實也是一種生活品質的提升 因為我覺得婚姻還有談戀愛 這件事情 永遠就是 維持比較難 因為我的原生家庭 然後我就會覺得 那萬一有一天 我不小心也離婚的話 我自己一個人 可不可以養這個孩子 我真的是 對 不過母親真的有這種 我不把我的先生當作 先不把他當神隊友 我自己能不能單打獨鬥 然後到最後 到最後 然後養他 然後負擔他 負擔他所有的生活開銷 然後 我就評估我自己的工作 我覺得 要給他一個還不錯的 生活品質 生活環境 跟教育的話 我覺得一個對我來說是極限的 所以說好 那就確定就只剩一個 然後後來就發現 真的學費好貴 第一階段就是上幼稚園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應該沒有到那麼難找吧 我以為是國小比較難 然後我在我們家附近 就是三公里內的 所有的幼稚園都去看過了 然後喜歡的我就打電話 想要去報名 他就說媽媽 那妳要排候補 我說那今年是多少 妳是第28個 不可能我才發現 原來真的是要 出生就要去登記了 是真的 出生就要去登記了 真的 登記幼稚園 兩歲才進得去 對 就是要排兩年 好不錯的幼稚園 是 而且因為可能幼稚園 就是一個月是2萬 2萬8 8或2萬6的幼稚園 它不算特別貴 這不算是特別貴的 所以它很快就被排滿了 可能我還有看到 那種一個月要3萬多的 也是超級厲害的 然後妳要排候補這樣 我就覺得怎麼會連 一個幼稚園 又不便宜 可是居然都躲不進去 然後我以為公佑抽 公佑才是要 比樂套還難好不好 我以為 說抽不到 也是開玩笑的 你幹嘛那麼誇張 真的 真的抽不到 3歲的小孩 不可能抽得到 他一定都會留給 那種5歲的那一種 後來我就 孩子就是好不容易排到 一個後補 一個私幼進去了 一個月也是3萬多 然後一學期 半學期14萬 所以一年也要30多萬 所以就是一個名牌包 每個月一個名牌包 是不是 對 我們不是故意要選 這麼貴的幼稚園 要自學 自學其實也花滿多的 也是花滿多的 自學花 他一天滑雪就5萬了 他一個月 他一個月選7個名牌包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那這樣子 我又是很 愛到處旅行 到處玩的人 然後我以前是可以 說走就走的人 我就評估 如果今天我要生兩個 然後我要說走就走 要帶兩個 那很難 那把這兩個交給我老公 那也不放心 可是如果一個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起出去 其實我有一些去西班牙 還有一些是最近 有去一些 玩露營車的照片 就是因為 我就在愛旅行 你看那時候他那麼小 我就可以自己帶著他 去西班牙 就你們兩個 就你們兩個 對 老公沒去 沒有跟他管他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那我還負擔得起 那孩子 我沒有管孩子開不開心 是我 我喜歡 我要開心 然後到比較大的時候 然後像這種露營車 去體驗看看 因為他說他想要住露營車 我也沒住過 好漂亮 超漂亮的 可是這一台就快要兩萬塊 一天 一天 那如果我再生一個的話 那可能要分兩台車 那我就覺得 很難維持 當了 負擔太大了 對 如果再多生一個 可能很難維持 我現在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聽了 一路這麼精闢的分析之後 很擔心 我們所有的同胞都 最多只剩 因為他真的講得太好 你真的很為國家著想 非常擔心 醫生也說 我不能生 我還不是生的 出現再多領導 在旁邊也救不起來 我想要分享一個 美國的研究 他們發現很有趣 他們發現一些創業家 成功的創業家 大部分都是有兄弟的 那很多沒有兄弟的人 都只能去做上班族 為什麼 不敢衝進 不敢衝 因為他失敗 有兄弟的人敢說 反正不行 我弟應該可以協助一下 或者我哥會幫我協助一下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有伴還是好 是 有伴還是好 真的 而且我也要比重一下 就是很多父母講說 孩子生了就會影響到 自己生活 就是我不能出國幹嘛的 其實我朋友都知道 我的孩子就是我的標配 就一起 小的標配 就出門一定的標配 就基本小時候這樣 一定帶著 所以我也是 其實我女兒一歲多 我就帶到北俄去了 一歲三個月 我都還記得 人家那時候都覺得我們瘋了 不會真的錢 那時候出國的話 都不用接票錢的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